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遊戲頻道 那今天這一集是我們的天梯對戰 有好久不見的 Viper 對上越南強城王 Huan Style的傳人 Mr.Huan Mr.Huan 那先說一下為什麼我來介紹這一集 是因為 Viper很久沒有出現在我的頻道了 那目前個人發現他用右手在玩他的主號 然後慢慢的有在練習 雖然好像手術確實沒有以前那麼壞 但算觀念屌吃嗎 還是反正目前除了HERA以外 Viper對上的天梯頂尖玩家 好像也是輸少贏多 基本上都是贏面比較HERA 最近的對戰我稍微有看了一下 好那先跟大家講一下這一集 我已經看過了 我已經看過了 所以我會以一個講解的角度去分享 因為這一集有很多細節的地方 很多細節的地方 我不小心就把它看完了 好 那義大利對上賽爾特 Huan的招牌 本名賽爾特 那你們覺得 Viper這場怎麼打呢 我們就直接看下去 這集我也不猜測 因為就看過了 那我個人是很開心 Viper回來打世紀帝國 然後我還是希望他的手是可以健健康康的 因為畢竟 雖然他稱霸很久了 但還是希望他可以輕鬆的玩世紀帝國 然後傳承他的技術給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好 首先 Viper是先推了鹿 還有先殺了豬 這邊還沒有蓋墨房 現在還沒有蓋墨房 三人伐木 三人伐木 通常解荒Style 如果他有出明兵的話 晃這邊有出明兵的話 通常用小弓去解會比較好一點 那 Viper這邊是三人伐木 我這一集都是會以 Viper的視角來解說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我看過他 那 我覺得 晃的這裡的攻勢非常猛烈 那我們來看一下 Viper是怎麼樣 手下這一盤 我直接告訴大家的結果 但 呃 怎麼手 很多細節 看得懂不一定有那個操作 因為你只要有 猶豫 基本上你就被 光Style吃掉了 好 好 那這邊 Viper是三人伐木 可以知道現在都還沒有蓋墨房 拉了兩隻豬 推了路 這邊還有兩隻 那晃 基本上他的刺口都是會過來看一下的齁 看他的套路都會換 有時候會推路 有時候又不推 有時候來看 有時候出明兵 有時候又不出 哦 道路一直在換 所以 對我來說 荒Style沒有什麼特定的版本 啊 只能跟你說 他的打法是偏直成 想辦法到城堡 然後精髓是我第一集介紹的齁 一定會有那個市集跟前置BK 這是荒Style的標誌 還有馬就 這幾個都是標誌 至於黑暗時代的配置 荒Style一直在換 所以 我先不說荒Style 以後我會再講 因為我以前也研究他很久 然後這邊伐木場 這邊伐木場 雙伐木 十九村 十九村 viper 這裡是做了什麼呢 沒有蓋 墨房 他沒有蓋墨房 他全部都在推路 哦 這邊 很大的原因 啊 我個人認為是 viper在訪 十五村 塞爾特 先出軍營 先出棒棒的打法 我怕 塞爾特直接就來了 哦 亂到什麼經濟啊 然後把這些路都殺掉啊 什麼的 哦 早期的黑暗壞工 哦 荒Style的字典裡面 是有這一套打法的 那這也是我個人認為 為什麼 viper 他到這個時間點 才來蓋墨房 因為他是先下去 哦 這是一個細節地方 我不確定 viper本人是不是 這麼認真的在玩 但是 我必須告訴大家 這一場 他打得很艱苦 但是 他是怎麼手下 跟他 當下是怎麼樣思考 怎麼樣破解光 一步一步怎麼破解光 啊 這邊是 推了路 沒有蓋墨房 一直到點了封建 才來蓋 哦 代表他是 正常的起手墨房 才來出這個民兵 而不是先民兵在墨 這是 viper這裡的思維 那viper上來 點這個一級墨 跟一級農 是 必備的 他本人的習慣 也是大家的習慣 這個我不說 他這邊三人伐木 原本開始是三人伐木 那打一個 路馬配置 OK 那這邊 viper也不是 打小宮 我打小宮的話升級會比較晚一點 可能這邊的圍牆 可能是 要 要更緊 更緊密 不然會被亂到 viper也沒有挖石 挖黃金 好 那這邊viper是選擇出 肉馬 旺的話 這裡是25吋台鐵 呃 光劍哈 是一個黑跳城 黑跳城的打法 然後這邊是已經 拉出來吃這個路了哈 反正晃不管你 啊 我有冰冰 我有掀手 我先出來吃路 那他早期 晃的吃 我是在viper家一直晃啊 所以他沒有退路 所以吃出來吃 你要說不行嗎 就他打到兩次了 一 就他套路在就可以 可以ok 這邊quick wall 這裡都圍死 那很麻煩 晃這張圖 也還不錯 蠻好圍的 但是這裡 好viper過來 插箭塔 但沒看到 晃沒有看到 這邊插箭塔 沒看到 這邊這個劍塔 很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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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為你對到荒Style 他都是 會一直挖黃金 然後來買食物啊 幹嘛的城堡 就是一波流 對你有斷到他的心 好是一個很大的加持 大的底類 那這個 劍塔等下成功下降之後 趕快圍 不然他會上來解定 因為這邊有長槍兵喔 長槍兵 等一下可以吃肉嗎 加這個村民稍微硬扛 加這個塔是一定會掉的 好趕快出來圍 但是荒還是點城堡了 到底是什麼鬼 沒錯就是這個精髓第一個 4級 好荒蝦必備 4級 做買賣 好25村加2 25加2 怎麼了 你目前 viper現在的階段 你們覺得viper怎麼辦 等一下騎士就過來了 bk就過來了 你覺得viper現在他能怎麼辦 好我們去看下去喔 這裡民兵上來點 然後塞爾特的步兵又 跑速比較快喔 這個小工 呃這個長槍兵很麻煩喔 但是viper還是有在空兵 好把他成功收掉 還有54秒 那我在第一集有講過 荒Style的精髓第二個 到城堡就是 呃這個 馬舊跟bk前置bk 那上一場 那上一場 ACCM 那一場是輸給荒嗎 他雖然前面有delay到前置bk 但是後面是怎麼打的 呃大家可以再去 回去看一下齁 如果不知道 我有介紹過荒的觀眾朋友 我去看一下 好 經常 好 這邊晃要蓋兩個嗎 就 挖了一堆黃金 這邊 沒有挖黃金的嗎 換到這邊來了 好 全部都在挖黃金 金水也是花黃金買賣 這馬上都有騎士過來了 看到這邊 看到這邊 你們覺得viper怎麼打 啊 但是是沒有機體的 呃騎士 這邊有長槍兵 脫幾下 還是會死 在這裡還是比封兵 那這邊viper的選擇是 他沒有要上城堡了 他打一個大封劍 對抗這個荒 有騎士 等一下有bk 很難打 好 這邊 長槍兵 戳掉 這邊很關鍵的是 viper有出長槍兵 做一個驅趕動作 然後 加上 加上 現在晃都沒有在生存 生存沒有 28算了 這邊一波 腳上 騎士 終究會吃掉長槍 並再吃掉這一坨 沒有機體 還是可以硬吃 然後這裡的 赤猴又掛了 啊 分數反超 viper 現在只有這樣子的挖 打城堡的晃 晃也沒有在生存名了 斷村了 死而斷村 死而不斷 那這場晃是斷 哇 他根本就不用生存了啦 反正 viper上不去了 直接硬蛋 這邊那麼多騎士 打封建的肉嗎 什麼的 有 有可能會輸嗎 不會吧 目前不會 好 第二個精髓 第三個精髓是這個前置PK 還有第四個精髓 如果對手上城堡的話 他就會出修導人 那這邊viper是完全上不去 那裡viper是點了 一級攻 哦 這一級攻可以啊 他想要 讓這個長槍兵增加一些傷害啊 然後這邊比控兵跑給騎士追 還有長槍兵追 看這個PK會起來嗎 這邊的長槍兵開戳 這邊晃的機體是沒有上來 但後面有弩炮 哇 這裡的小公家 風箭的小公家弩炮 對 哦 這個小公家這個長槍兵 用到這個弩炮 我很痛 動馬打又不痛 哇 這邊 我們先看一下現在viper有什麼 他兩個射箭場 兩個軍營 一個馬就 兩個射箭場 兩個軍營 一個馬就 大封箭直接打 晃 晃是沒有在生存名的 viper有在生 小號 打消號 啊 好 好 今天換還是要把他的第三步驟 全是PK推出來 好這邊 弩炮一直在掃 好 這邊高地有弩炮 分明在修 好 好拉 不讓你弩炮少 四頭也跑給你追 這邊是沒有做防守 所以viper的 是否還是有機會來亂到這邊 好 這邊前線沒有人在手了 而且這邊viper 我給大家講一下 他是開X陣型 在控兵的 這是常常新手會犯的 開X陣型上就給弩炮少 那viper是X陣型 哇 但是這邊很痛 哇 這個PK怎麼辦 三台弩炮 加騎士 這邊又成型了 那viper怎麼辦 這邊有三隻四猴 再抓機會 這邊有一個落單的弩炮 viper會看到嗎 viper看到了 這個收掉 好吧 這邊要壓進來了 哇 這邊viper還是走了 viper上不去 viper出這個肉麻 過來要解這個弩炮 趕快拉 這邊 上去硬波 關鍵會戰 好掛了 這裡面有 一台乳炮 但是要升到四台 有點難度 還是有個PK 這一個 瞭望台 關鍵 關鍵 一出來就會被這劍塔射 viper已經跟換過招太多太多太多次了 他已經知道怎麼破血換了 好 好 這邊 都拆掉人家的 魯炮 這邊 被封鎖 裡面有三台 可是怎麼辦呢 出來可以幹嘛呢 不知道 好 大軍壓進 有小公 有長長兵 有這個 呃 品種加重機力的 好 又掉了 收出來 那個 騎士又死了 你支援了 在小公在這邊少 這隻騎士沒有法 再射 還有長兵 這邊 不來 這邊有可能被少 哇 沒找到 viper只瞄準這個村民 把他殺掉 21村 對是四村 好 好 怎麼感覺上次ACCM打得很辛苦 但是viper看起來打得一點都不辛苦呢 啊 啊 viper好神啊 我又想吹了 可能吧 可能吧 好 這集講解的角度比較不一樣 我是完全以viper的視角來看 重新覆盤一下 黑暗 黑暗時代 viper的選擇是 吃兩隻豬 推了路 遲遲不蓋 磨坊的原因是 他先蓋均勻的原因是 啊 最大原因是 他在等 塞爾特 到底有沒有 十五村的時候 先蓋均勻 來玩棒棒 先來打viper 他自己 所以他也先蓋了均勻 可是他沒有生棒棒 他也是一直在拆 一直在想 這個 邊 邊生村民的同志 邊在拆 況是打哪一套 所以他一直拚到最後 呃 棒棒是 等到他點封建的時候才來 那他就很安全 蓋這個莫馬 家裡也一個小 非常漂亮 那viper上來的野藻 他是一個肉碼配置 我先不說 小公配置怎麼解這個 小公配置比較好解 棒棒還是肉碼配置比較好解 其實兩個都有 都可以 都可以 那目前我好像還沒有看過 有人打荒 然後用直層配置去打荒 可能有的話 我再去找 以前有可是最近我都沒有看到 因為我現在很少看片了 看這個天梯對戰 之後我再慢慢惡補這些 知識給大家看 轉播給大家聽 好 好 這是黑暗時代viper的思維 哦 他對荒斯條的進攻 他是怎麼樣去對應的 哦 我看我感覺出來viper是很認真 在打這一版的 晃當然是也沒問題是認真 那到封建 這裡有個肉碼先手的機會 來看到 這裡的主金跟地形 包含這邊一個quick get 那viper自己應該也知道 他是尾死的 那這邊是繞了兩隻村民 過來蓋這個箭塔 這個箭塔非常非常的靈魂 非常靈魂 我剛剛也說了 因為荒斯條是怕被斷金 因為他主要的輸出來源是 刺激買賣 他這邊斷到主金其實印象蠻多 讓荒斯來搬來這邊 雖然還是有金 可是讓他移動了這個距離 他產金的量還是下降很多 不是順順利利的上來 如果順順利利的上來 他可能騎士 還有法 那就後面就不一樣 因為他有多的更多的黃金 可以去買這個食物去換這個科技 晃可能會有科技 所以這個斷金其實很漂亮 而且根本晃就沒有發現 在視野以外 就剛剛好 你要說lucky嗎 可能有 可是viper是確實知道 他怎麼打晃 流程很順 那再來晃是 家裡維持之後 直接就是天城堡 25加2 所以他沒有 這個配案民兵之後 他也沒有再出任何兵 趕快來加幹 然後他還搬了村民來這邊 啊 這個前後跟他原本在這邊 沒有被插進他 不用搬家 直接在這邊蓋馬舊 或是小微賭注 我沒有被亂到的話 可能 可能這一盤輸的就是viper 當然後面的走向 我不清楚 只是我個人覺得這個主金影響很多 好 再來第三個 viper到 晃要到城堡的這個過程中 他做對了 第三件事情 是 他沒有輕鬆的讓 晃就蓋了這個前置 BK 結果晃必須在這邊蓋BK 為什麼 因為 對手viper 點了鍛造技術 有肉馬加長槍兵 晃要怕的是 長槍兵 加肉馬 長槍兵加肉馬 再來是這個小公 我個人認為 但是 呃 基本上你要先出肉馬加長槍兵 這套陣容 你是沒有足夠的15量 所以viper這裡是選擇一吋一吋慢慢的升 先用木金 五層的小公加長槍兵 先來 先來delay 當然最終你還是讓這個賽爾特 晃 蓋出這個BK弄弩炮來賞 但是這裡viper從頭到尾經濟沒有被亂的情況下 後面又有這個肉馬出來玩 關鍵出來了 只要你被他攔截到這個弩炮 一個人啪啪罩 你的晃就沒有用 這最關鍵 整場最關鍵 就是那個肉馬把這個弩炮都收掉 那你來晃你的精髓 晃這邊的角度是他想要來這邊蓋BK嗎 可是他被delay到第一個在這邊 第二個在這邊 可是他的軍隊打不贏 因為在這邊交戰了太多 晃的經濟根本就已經上班 因為他是all in 晃的這個戰術 最大的弱點 我個人觀察 我不是最高端的操作玩家 但是我看晃也很久了 我覺得晃的最大的弱點是 如果他的前置BK沒有成功蓋起來的話 給對手拖到5到10分鐘 晃的勝率就會掉下來 跟他同分段的對手互相對打的話 晃的勝率就掉下來 再來是後面不用說了嗎 viper都沒有打錯 有弓兵 有肉馬 有長槍 什麼都有 晃基本上打不贏了 也沒支援 最關鍵是這個 裡面有弩炮 想要出來一起掃一波 這邊應該對 晃的 藍圖來說是有歧視的 然後弩炮吹也出來 可是 追不到那時候 因為一直打消耗 後面這個戰線太長 這弩炮一台台上來都被漏馬 進而一舉的收掉 那你這個長槍兵 或是晃的騎士 要跟著這麼慢的弩炮這樣子推進的話 viper終究還是會濃起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 Huang Style最大的破綻就是 他必須蓋這個前置BK 但是你如果讓他順順的蓋著前置BK 支撐上來 推了衝車 那你這盤勝算就很低了 可是viper他這一場 我個人看起來沒有什麼破綻 順順利利的 結束了這盤比賽 一樣都是Huang 一樣都是Huang Style 但是viper打的看起來很輕鬆 全部都講給大家聽了 細節 可能大家不喜歡聽我講話 可是我必須做這一集 因為viper的回歸戰 加上Huang Style 是大家最喜歡 希望我去講解的 那我也講給大家聽了 好 那這集的10T對戰的轉播 就到這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